民众购物需求提高 带动房市持续增温 国内房市热滚滚 而近期传出央行 可能在六月中旬的 礼监市会议中 寄出新的信用管制措施 现在初步有两大方向 第一点就是比照 财政部将豪宅标准下修 再来就是直接对二房出售 把目前十一个受限区的陈述 包括双北桃园新竹 台中高雄从七成降到六成 换句话说就是贷款者 必须拿出更多的自有资金 而为了深入了解 近期国内房地产的景气 房价为何飙涨等等议题 市场上现在也传出 中央银行近期邀请到了 房仲业者银行主管等人喝咖啡 央行从2020年连续祭出 五波房市管制措施后 本月里监市会是否会在 出招加码也成为金融圈 关切的议题 东森新的生活中心综合报道